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1月26日星期四的下空时间 今次又是许刘山 还有马来西亚的22世纪救人网络 奇诺李慧琴 大马sir 各位芒友好 澳洲红仔饼 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纽西兰的芒向铁人 以德台仰 大家好 记得点赞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没有浪费冷气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天早上小白熊社长在节目宣布 有网军大举出动把我们的频道搞得翻天覆地 不过不要紧 像施政报告所说 我们会站稳一阵脚 重新出发 希望各位芒友 记得 一定要赞一段影片 多多个赞 就拿回一个正向一点的支持 对于我们的影片的评分就会高很多 听完可能都留下一些正面的留言 多谢大家 可能你说 咦 我按一下就帮到你吗 有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需要大家的群众的力量 给个赞下去 支持回来 挽回回这个问题 不过都真是 没到黑色星期五已经吓死了 哎呀 你看我 黑过一条雪条 脆皮雪条 好了 那我们不要紧 言归正传 我们都要继续回来跟大家谈一下 讲一下现在《时事新闻》的节目 究竟是怎样的 好吗 好呀 也都如波未了 施政报告出了 可以说是24小时过去 发酵了 当然发酵不是给他们做饭头 做不成饭头啊 他们因为始终都是 总辞之后的水尾这班人 再说话都没什么力量的 字娃娃都不如 像我朋友的歌姬 但是叫得大声啊 字娃娃 是吗 好像我朋友的歌姬 那肥肥的歌姬 只是叫他不理睬你 我只是拧着屁股对着你 就算了 不过他们都算是争扎还是怎样的 不过不要紧了 总辞过去 林郑都相当丰臊 我们昨天都说了 真的输 真的怎么样 感觉很舒畅 不是洗手间那些舒畅 是因为觉得 咦 为什么读了这么多施政报告 没有人干扰我的 有时候我们都知道 可能好像我们这样 在录制节目 或者可能想说某些东西的时候 说一下你不断收到电话 例如好像真bc 不断打电话来跟你说 我的餐到了 我都试过这些 不断打你说 送到还是怎样的 会打断你的 有时狗叫 狗狗参与一下 那是OK的 是有趣的 因为其实我的狗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狗很敏感 我住在上面 因为我们家里和很多澳洲家人有邪波上去 外面 九十几像那么远 另外人拖着狗 他都知道要叫 都开始很 很兴奋 不知道为什么 是 可能不同的 这些泛民都等到施政报告 他们都很兴奋 未出之前已经是叫定先的 就是叫什么呢 当时说 就算你的施政报告是什么 我们都一定要反对 反对到底 就这一点当然 总辞了之后 看看反什么 反不了什么出样子 林郑都 就着施政报告 都提一提这一帮 旁敲刺激 读一下这帮人都挺过瘾 他说什么呢 香港就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可以说上年的6月开始的问题 可以说 也都说 说到明 说你这些是反政权的行为 哇 厉害 发生了很多的社会动乱 也都被问到 你这样去形容上年的事 那会不会日后 用这个叫做国安法的颠覆政权罪 去起诉有关的人士呢 不过也是一个句 很守这个法律的 都说了 今年7月 立了正式刊献 新校香港国安法 才计算的 之前那些 没办法了 唯有都是 自己是昨天的事了 如果的话 我想黄之锋都逮捕了 小鬼解散那个 香港众志 对不对 所以 没错 之前那些什么DQ4呀 郭榮鏗那些 你们已经执了新彩了 还在那吵 对不对 如果就是呢 如果比港区国安法 多一些追索期呢 他们真是不得了的 准备坐飞机回加拿大的 其实他们现在有这样的结果呢 已经执犯身彩了 算是很幸运了 事实上呢 他们又真是没有犯过 那些什么刑事法例的 但是他们是走去 做了一些 可以说是在伤害国家的事情了 如果这个国安法 就刚好 就动不了他们 他们是这么好 其实真是幸运 现在 没有了一份议员做 就找其他一些东西做了 对不对 不用见到他 督眼督鼻 买了腸粉 拉了腸粉 最惨的 郭榮鏗那些 起码都有个律师牌 是吧 抗拯议员有什么牌 好像是社工来的 是吧 有没有社工牌 社工就死了 他有区议员做的 他是注册社工来的 他是注册社工来的 那就死了 叫他回去找智少嘉峻 为什么 他搞到社福界 变了正社福界 污烟瘴气 是吧 已经是神僧鬼厌 已经做不到什么了 我们《芒香》 《芒香》《编辑部》 接下来有些善事 也不敢说善事 一些善心的行动 看看能不能帮到社福界那方面的 希望做一些帮一帮 引起大家的关注 对他们都很好 当然了 我们不敢高攀 跟那些那么强劲的社工去比 希望大家密切留意着我们《芒香》 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的community 谢谢大家 继续说回 已经是盛了身彩了 这班人 林郑也说了 上年6月之后 他们很多的行为 明显 明显 是反抗政府的 提到这班人 包括 说明 用攬炒的手段 反对所有的议案 来逼使特首要下台 否认和起诉异见人士有关 但是 明显 这些反抗政府的行为 已经达到一定程度 其实是可以违反国安法的 已经是 警告你们 如果你们想搞 你们这样做的话 是违反国安法的 那就要小心 不小心了 即使我们之前都说过 就算你延任 基本上 应该都是守行为的 我们之前都说过了 台影都说中了 宣读这个 施政报告的时候 全部 盖了旗 收了旗 原因 都是怕自己 又不可以吵 就好像那些 肥肥哥姬那些 又不敢吵 吵又怕违反国安法 又怕之后 不能选议员 要DQ 所以为了办法 不去 是吧 其实可以说自己 盖割施政报告的宣读 会不会有型 他们连这句都没有 还是想不到 盖割 盖割 不出席 盖割了 盖割了整个议会 你们是总辞了的嘛 我们之前都说过了 他们还在这个议会 其实还在继续工作 技术上是 他们的工作还没完 到今个月月底 其实昨天他们有权 或者应该这么说 他们有责任 代表他们的选民的话 他们应该起码都可以在这 他连张华锋 扔大杂牌都不如 是吧 那种行为 你起码都做个姿态出来 告诉别人 我们全部 还没离开立法会的议员 现在决定今天就不出席 这个施政报告的演说 目的就是背割你 否定你 听都免得 你这样 起码都帮席一点 有个理由先 好过现在完全没声没气的 证明你们是一盘散沙 嗯 没错 不过我相信他们不出席 都是免得面懵的 都可以的 你不是辞职了吗 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订了大杂牌 认为你好不好 你们整班都 惨过大杂牌了 整班都 知道为什么 知道为什么惨过大杂牌 都是不好啦 你们整班 更像大杂牌 一打开盖 一锅缩 哈哈哈 你没来做一只的嘛 这大杂牌的嘛 大马先生 马洛先生有没有大杂牌吃的 要入口的 去那些大的酒楼 会有的 我预订 对啦 不知道大杂牌是否要冬冬的天气吃呢 才过瘾呢 那我们不要讨论大杂牌 我们另外一节会讨论大杂牌现象的 好好好 就继续说回啦 林郑月娥继续说回啦 整件事的成因都很清楚的 是因为一国两制啦 没有准确贯彻地落实啦 凡是涉及内地中央的事情呢都会引起了一个所谓的抗争啊 当然啦 这帮人呢将抗争两个字呢 玩到烂了 我觉得 好酸啊玩到 包括什么呢 2003年的23条啦 2012年的国教啦 2014年的占领运动啦 和上年的修例风波 哇这样数下去呢 哇我都觉得 想起了心里面有点疾疾痛啊 这帮人呢越玩越过分啊 其实玩到上年呢 2019年所谓的修例风波呢 他们已经玩到是short了 就是不将人命视为人命 将抗争这两个字呢 上升到呢 简直是 可以说是 我觉得是一种很 很令人发指的 的做法来的 例如BBQ那些人啊 那些通渠水啊 还是怎样的 这样啊 你都做得出的 这些 根本上没有 这些 我都觉得 不是人的所谓来的 哈哈哈哈 但是呀 可以说一下 我提到23条呢 之前有些 总辞之后呢 还有一帮人出来吵 趁机呀 纳纳23条 不过我听林郑昨天 在施政报告的语气呢 还有那个说法呢 基本上都可以叫这帮人呢 不用再说那么多了 还说什么23条 不是23条 我们先表明一下吧 不赞成他的立法啦 只不过呢 现阶段呢 林郑月娥其实 某程度上都表示了 国安法这方面呢 已经令到 很大部分人呢 已经是 可以说是 静了下来的啦 如果 你又无端端再 撩起23条 这件事情的话呢 会不会 又引起另一个风波呢 那可能有些人就说 蛤 那就是怎样啊 以后又说不行 之前又说不行 之后又不行 那就是永远 那一个法例立来呢 那就是要真的有它的需要 还有真的有它的用处 才去立法的啦 如果假如这一刻 你不立的 他们自己都自我審查到呢 直接连立法会 这个施政报告的演说都不理的话 那还用不怕他们呢 是吧 现在是抗疫 或是拼经济的时候 所以昨天我听到 而且手组都赶着去英国啦 哦是哦 一起去共建香港城啊 是吗 是呀 赶着去送钱给人家 我们的节目都说过啦 不过都挺没陰功的 他们钱已经没什么了 之前六个人吃一盒叉烧饭的那些 不知道他们还想不想到 要过英国还是怎样 不要紧要 英国现在可能叉烧饭都没吃 fish and chips 哎呀好饿啊 给你几条chips我吃得不可以啊 有些伦敦 例如可能伦敦 那些人搭地铁是可以吃东西的 有些人吃剩一些 塞在那个 就是一排排的那些座位那里 后面那样的 不停地砍在地铁上的 你喜欢就拿一份来看啦 那些黑暴呢 没有东西吃的可能 就去拿两条来吃一下 都顶着肚子先啦 那继续说回啦 林郑月娥也解释了 喂 喂 这些反抗政权的行为呢 喂 其实很老实 就是这个叫做反政府啦 上年6月起 很多看到什么呢 都是反政府的 是啊 很多行为都是啦 甚至乎啊 今年呢 所谓的叫做攬炒 林郑月娥也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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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年呢 如果选举 回到呢 选到回来的 就无差别的 这样将所有政府的事 我都反 直至逼到行政长官下台 然后呢 可以争取到他们所谓的诉求 喂 喂 这些 不是反政权的行为吗 那当然啦 现在他们没有机会呢 立刻辩某 诉求那些 什么 Export你不死都没用的那些 胡志偉 哦 已经已成绝响了 是吧 哈哈哈哈 真可憐 是的 我看到都挺 心凉是什么呢 心凉啊 是啊 真的很棒 捏到最后的话 那哪一个呢 是 炒了先呢 我没想过是他们自己 攬炒自己的 其实是成功攬炒 谁不知是 真是受伤害的 是他们自己的 我想他们自己 一开始都猜不到的 胡志偉都说了 十分钟我们就已经决定了要总辞了 那就是十分钟了 是 那就是总辞完了 那就开心了 大家开心了 事实上 哈哈哈 其实林郑也可能会不会呆了 就是跟我当时 我看见到呢 他说 自己要 总辞呢 就是他们 反击的武器嘛 我当时看完这句话 我想到 我差不多想到 五分钟了 其实我立刻翻查其他媒体 看看人家有没有写错这一句 其实是没有可能的事来的 你用一下 小小小的脑袋 小小小细胞 你其实都想到是没有可能的事 所以 哪一个呢 可以说坚持到最后的话呢 真是了 可以向着 落败的一方呢 真是可以 踩他 没有没有说 踩他两脚的 就是 告诉你 你们当时所说的 所做的 是不行的 就是你这一所最大的武器呢 那又如何呢 我见到昨天 有人对于林郑月娥的 妆畜 都有些评价 都有些很多忍遇 她化了一点点的妆 有什么问题呢 我都想不明白 鸡蛋里面是超骨头的 哦 她化了一点点的妆 穿着这个西装套 那又有什么意义在里面呢 是啊 那又不用那么夸张 有什么阴谋论 又不懂 这个 不用想到那么夸张的 我想她们这一班人 都觉得很没面 是吧 就是呢 上年说到威是小 又说35加 又说要什么 攬炒 又迫使到什么政府要下台 答应他们的诉求 还是怎么样 那现在 林郑月娥终于可以 吐了一口呼气 就说 喂 你们这些行为 只不过是反抗政府的行为 其实 可以说给 某一部分人听 就是上载政坛也好 或者在这个 政圈里面找着吃的人也好 你们要了解一件事 到最后 下场呢 就是好像这帮人那样 所谓的贩民 嗯 最后呢 他也有说一下 其实都不想见到这种情况的啦 不过也都要说明了 反政府的行为 虽然他们这些 可以说叫反政府行为啦 可以都说达到某一个程度啊 违反了国安法的 不过 有些人就说啊 例如那些 粗眉突眼的那些呢 就是用演藝人协会的名义去帮了他 让他可以渡过难关啦 我都希望呢 有时候我都会看回他那段 就是他为什么呢 他又不知道 叫做小虎嘛 在白变星君里 画了一个很粗的眉 不知道是三角形 这样的 还摔一下眉 我还很有印象呢 大马sir都问了 什么时候讲一下星爺的事啊 我们等星爺上庭做工多一两天 我们礼拜六一起先讲一下 究竟这七千万的话 我们给还是不给呢 我们到时就自有分调一起聊聊聊也好啊 好啊 说回先啦 林郑月娥间接地都回应了粗眉突眼这些言论 什么拘捕了你们啊 有了这个港区国安法怎么怎么怎么 记住林郑月娥都讲到明白 喂 这一样东西 其实都不需要讲到明白了 这个大家有些法律常识 或者有些些香港的来说 生活了一些公民意识都明白 这一样东西了 讲求的是法律和证据 这个法律已经讲到明白了 是今年的7月1号开始才生效的 之前的那些是不会罪咎的 就是说他之前讲的那些什么呢 什么都拘捕了你们 还是怎么拘捕了你们啊 这些是假的 我都不会说他造谣的 只不过是他可能对法律那方面不了解 有时候情急就讲了这些说话出来啦 不过不要紧 都是那句啦 讲回法律和证据啦 等于这样而已嘛 那个某国队长二代那些 为什么要还押呢 就是因为他违反了港区国安法 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CCTV也好 这个人也好 那个人也好 他说什么也好 所以就要还压一点的字啦 谭德智也是一样 并非是一个文字浴 是 你说了某些东西 因为你讲话 或者你写的东西也好 做什么也好 那就是文字来的嘛 你也可以说间接地是文字 令到你入浴的 为什么呢 那你就看回法律啦 没错 就这样讲 为什么要文字浴呢 那好吧 林郑也补了一句 并不会说行政长官说了这些说话之后 以后所有骂政府的人都不行 这个就不可能的 已经说明了 不要再说 那就是怎么样 但是骂政府 每个都拉完啦 每个都DQ我们啦 是啊 其实很简单是不会的 即使我们昨天都说了 如果有机会 翌日 你们真的要在林郑月娥 面前说宣誓效忠基本法 他们会不会 要我这样讲 我们已经不做 不知道会不会 那可以回到沙田新城市广场 做你们的首都也好 什么都好了 这次我们先来到林郑月娥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